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古代文化的 尤其表示希腊和罗马文化的 因为西方文明是从这开始造势 开始慢慢才存在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lassical 叫古代文化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 可以用这么一个词汇 我们先看一些简单例子 你要本文中出现了 Classical Studies对古代文化的研究 一般都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的研究 可以用它 但是生活中有个重要的派生意 如果要是对音乐比较喜欢的同学 可能知道 Classical可以表示音乐古典派的 尤其出现重要搭配叫Classical Music 叫做古典乐 这个搭配应该记住 但是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词 就是经典的最棒的第一流的 注意古典的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派的 或音乐古典派的 但这个词就经典的第一流的最棒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Classic novel 这是一部经典小说 而不是古典小说 经典的最棒的叫classic 我们跟老师再当成对面 Classic Classic 当然小说 英国人都是novel 在美音多数读 这个大多数人都是novel 两个翻译都考了 这个好多形容词后面加不加al之后 这个含义会有些变化 咱们总结一下 举一番先多看几个 你比如说这个electric 这个词它是表示电的 用电当作动力的 你比如说an electric light 一盏电灯 能量从电来吗 an electric razor 一个电动剃刀 男同学用的电动剃剃刀 电当能量的 但是他加al之后 这个词就发现电的跟电相关的 电的就好了 我们读一下electrical electrical 加al了 比如说electrical failure 电上的失败 其实就是我们翻译成停电就好了 就电未能传到我们家里来 就停电现象 同样的historic 这个词一般强调 有历史意义的 在历史上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大声读遍 historic historic 你像历史记录 这个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historic moment 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时刻 毛主席49年宣布 从那以后 中国人们站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historic moment 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但如果就表示历史的 咱们可以用historical 我们叫al就好了 再大声读遍 historical historical 这个意思不一样 比如说historical records 就是我们说的历史记录 而不是有历史意义的 那么还有 你像economic 这个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叫经济的 经济方面的 像economic policy 都知道经济政策吗 这个简单 但加上al以后 意思完全变化了 叫节约的节省的 节约的节省的 我们大声读遍 economical economical 我们叫al了 你像一部节油车 叫an economical car 表示这个汽车省油 而不是跟经济 这个经济学相关的 最后再看一组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 叫politik 注意中音在前面 表示策略的 明智的 这个判断很策略 很明智 我们大声读一下 politik 注意不要读politik 中音在前面 在那边 politik 你像apolitik decision 一个非常策略的决定 一个明智的决定 但是政治的 政治学的 要在后面加al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中音后音 political political 读快了之后 这个t还会轻轻着化一些 因为前面后面都是 声带都震动 读快了一块 都连起来 声带都震动了 大声那边 political political 也像political asylum 叫政治避难 asylum叫避难 或者避难所 表示避难是不可数的 避难所是可数的 在这表示避难 不可数名词 就好了 这是总结了几个 这个加不加al之后 含义有比较大区别的形容词 这个词汇重点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了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这个移放或者是放置 其实我们看 就是休息那个词 你把身子移在这个地方 不等于休息一会儿吗 用同一个词 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rest 好 这个词呢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我们分别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看这句话 her elbows rested on the table 这个rest在这儿 当然是不集物动词用法 她的胳膊肘搭在了桌子上 搭在桌子上 靠在桌子上 那么也可以当集物动词 把什么什么 靠在什么东西上 也行 你看这句话 she rested her head against a cushion 她把头靠在一个垫子上 这cushion表示海绵垫 软的有弹性的垫子 她把她的头 加冰语了 靠在一个海绵垫上 这个都可以 这是表示 搭在什么东西上 靠在什么东西上面 可以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词 我们在写作中和阅读真题中 经常看到一个重要的派生的固定搭配 就是rest on 或者rest upon 字面意思好像搭在什么东西之上 但有个重要的一个 做习语的含义 就是基于 以什么什么为基础 就是基于 建立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之上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Columbus decision to sail west rest on his belief that the world is round Columbus 就是Christopher Columbus 克里斯多夫哥伦布 这个发现北美大陆那个家伙 哥伦布的这个决定 哪个决定 向西航行的决定 基于他有这么一个信仰 他相信地球是圆的 就是你们往东能到亚洲去 我往西绕地球一圈照样到亚洲 没想到碰见新大陆了 这个rest on 是基于建立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之上的 可以用它 但是注意在这得用主动 用主动结构 但是得区分开 我们有几个用被动的 比如说be based on基于什么 这个一般是用被动的 还有be founded on 是建立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一般是用被动的 注意把这个弄清 还有一些 咱们比较常见的用主动结构的 像depend on depend upon 用on的地方一般都可以混成upon 还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就是这个 rely on rely upon 都可以 我们把后面两个动词大声动一下 depend rely 这两个用主动 后面加on加upon都可以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吧 比如咱看看当年的一道高考真题 一道高考真题 这个是一个田库 他说 don't always什么 on others You should learn to rely on yourself 不要总是什么他人 你应该学着依赖你自己 这个前面给了第一个字母的 我们田库应该是哪个词 那么我们肯定是rely on的一个同义词 第一开头的恐怕没有什么别的了 只好用depend on 不要总是依赖他人 我们要学会 依赖我们自己就好了 这是一个同义词的替换 下面我们再看收益的难度的一个2007年 考研英语的英语汉部分 2007年考研英语的英语汉部分 出现了这么一个句子 里面就出现了这个rely on 以及他名词动词两个词都出现了 首先看前面 while the quality of legal journalism varies greatly 首先咱们看看这句子里面 这个while在这该怎么翻译 这个while在这我们注意 不能翻译成当某诗 在当年很多人翻译成当某诗 这个句子就全完了剧本 这个while我们知道做廉词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引导时间状意从句 翻译成当某诗 第二个 引导并列句表示前后两句对比 翻译成er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像这句话中的 引导让步状意从句 翻译成虽然或者是尽管 但是这个句子让我来看 我半秒钟立刻判断 肯定是尽管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while翻译成耳的时候是不能放在聚首的 因为放在耳的时候一般是跟前面就做个对比在翻译上耳 我喜欢读书 耳他喜欢看薄 我喜欢喝水 耳他喜欢尿尿 对吧 我们说跟前面对比 对比一下 这个时候肯定得放在聚首 从你上来耳里跟谁耳去 不可能了 放在聚首能不能发现当某诗呢 那都有可能 但反正当某诗时态恐怕就有问题了 当某诗这个事一般不会天天发生 虽然当某诗的话一般都用在一般过去或过去进行 当我昨天碰见他的时候 当我昨天正在写作乐的时候 而放在聚首后面是现在时 无论是一般现在还是现在完成 那一般情况下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让步尽管 记住啊 放在聚首后面是现在时 一般都是尽管 尽管有关法律方面新闻报道的质量是区别很大的 very是不同嘛 不同的地方很多就区别很大 这个journalism表示新闻学或者新闻报道都可以 但怎么样呢 这里有一个过分的依赖 这个undue叫过分的过度的 它的反义词就是due due嘛 你要适当的叫due 适当的尊重叫due respect undue就过度的 有一个过度的依赖 什么呢 在很多记者之间存在 依赖的是什么 找后面这次on 我们找到了 这是这次on 依赖的是interpretations 就是解释 当然这个词也可以表示口译 但本文中没有外国人 肯定是解释 你看口译也是一个解释 他讲德语我听不懂 你给我翻译一下 不是解释吗 你看弗洛伊德写的著作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叫梦的解析 就用它 那么是什么解释呢 supply to them by lawyers 被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 我们靠到这儿呢 使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interpretations 自面意思是 在很多记者之中 amonst就是比较通俗的am 一样 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很多记者之中 有一个过分的 对于被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的依赖 这么翻译不给分 为什么呢 这不是中国话呀 什么叫记者之间有依赖呀 咱们在前面讲过 中文中一般是用人称主语的 而老外呢 一般喜欢用物称主语 就是无灵主语 咱们还记得吧 而且老外呢 喜欢用名词 咱们中国人喜欢用动词 老外呢 喜欢用被动 咱们中国人不管那套 一般都喜欢用主动 因为中文句子没有主语都可以 它一般都很用主动 按照中文特征调过来 它是依赖做主语 咱们不可能用它做主语了 谁依赖呀 有动作发作者 记者嘛 用记者做主语 依赖调成动词 后面被动调成主动 咱们怎么翻译 很多记者过分的依赖于 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 你看特别通顺 但是即便这么翻译 一软零带 为什么呢 让你翻译的不是这句话 是这句话相邻的下一句话 你不能翻译错了 它不是一个段中 有下画线的部分 画线的部分 让你翻译 当然你这句话看不懂的话 下一句也不好翻译 这句话画横线了 让咱们翻译成中文 你看他上一句话中 出现了名词reliance 这是出现动词reli 都是依赖的意思 我再问大家 这个while怎么翻译 这个while还得翻译 放在举手 后面是 你看现在是 尽管来自于律师 他们的评论和反馈 可能会改善 新闻报道的质量 这个story 就是前面那个legal journalism 法律方面的新闻报道 不就讲故事吗 那怎么样呢 但是记者们 那么it is preferable preferable 可取的应该做的 对于记者来说 做这个事是应该做的 不是记者应该的意思吗 记者们应该依赖于 自己对于重要性的理解 这个notion 表示understanding 理解的意思 以及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不能过分的 依赖于律师的反馈 尽管来自于律师的 评论和反馈 可能会改善 新闻报道的质量 但是记者们 还是应该依赖于 自己对重要性的理解 以及亲自做出判断 这么一翻译 十分满分 应该是拿到手了 文文当当 好 这时出现了 rely这个词 依赖 依靠 还有它的名词relyse 那么这个书 第三课的生词和短语 重点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生词短语 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